字幕志愿者 在今天都出面道歉 而且兩度鞠躬道歉 問題是鞠完工之後 問題真的解決了嗎 我們剛才介紹 在今天的節目現場的來賓 要請到台中市旅館公會理事長 鄭聲昌理事長 大家好 要請到台北市遊覽車公會 副理事長許榮鴻 大家好 以及財經專家賴先生憲哥 觀眾朋友 汪瑪頭總監蔡明章 大家好 要請到經濟學者吳嘉隆 大家好 網路觀察家朱學衡 各位大家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各位帶您來關心的是 疫情的最新數字 我們看到全球的確診數 3820617 雖然嚴峻 但是我已經趨緩了 死亡數是265084 堅決要重啟經濟的美國 我們看到它的確診數 1263 183 死亡數有74807例 而台灣在今天再度新增一例 累積的確診數是440例 所以我們看到 在今天新增的一例是近晚移入 這是一位女性 她到卡達工作 在雙彩營之後竟然富洋 所以讓今天台灣新增了一例 境外移入的確診病例 不過我們等會來談談紓困 在全世界都要重啟經濟的此刻的當下 台灣的經濟真的有辦法趕快reset嗎 在談經濟之前我們來看 華為在美國要重啟經濟的情況之下 竟然命運出現大逆轉 什麼樣大逆轉呢 外傳美國商務部要批准華為 參與5G網路的標準相關合作 很震撼 這不是過去的玩笑人嗎 這個是路透社的一個報導說 美國商務部正在起草一個新規定 美國企業在制定5G網路的標準當中 可以跟華為合作 這是說好聽 真正的原點 這是說好聽還是 這樣大逆轉 大逆轉 但是面子的問題 去年的5月 美國商務部把華為列為實體的清單 但沒想到 自己在網路通訊的發展當中 反而受傷更大 為什麼 你現在就不跟華為往來 但是現在5G在推動 5G的相關網路的設備的標準要制定 但是這個領域當中 華為是老大 所以相關的會議的時候 結果美國的業者沒有辦法參加 沒有辦法參加了以後 你的主動權就減少 這樣的話 連美國六位的參議員都看不下去 聯名寫信給川普 說不行 你要為了美國的5G的發展 做了一個改變 所以昨天這個消息出來以後 高評最準 美國的稻穩 美國的稻穹昨天是跌218點 大盤是跌 結果 汇程半導體指數 這個公司 都跟華為在做成立 你看 西部數據漲了0.7% 英特爾漲1.3% 這個高通漲 高通最重要 漲了1.6% 美光漲了1.48% 所以會辦是逆勢上漲 那你想 這個消息連美國的葉子 都還措手不及 你想不到華為這樣會被捷徑 所以股票第一時間就反映了 但是 真正我們要最近去 川普這人是壞的 對不對 他為什麼要低頭 第一個原因 好 大家來低 5G這種東西 講求是實力 你的專利有多少 這是德國 這個專利數據的公司的統計 它是今年的1月1號 為主 全世界大概5G的專利的聲明 你專利還要聲明 有21517個 誰的第一名 大家來看這個表 第一名 華為 3147項 三星2795項 中芯第三 LG第四 Nokia第五 好 我們來看一下華為 愛立信第六 來 我們給觀眾朋友看一下 因為這個數字很多密密麻麻的 華為是第一3147項 我們來看到 第二名是三星2795項 第三名是ZTE中芯2561項 前三名都不是美國公司 沒有美國公司 LG第四名也不是美國公司2300項 到Nokia才是西方國家的企業 Nokia也不是美國公司2149項 換起來就是說 在華為禁令之下 其實美國的5G發展 是沒有辦法自己活的 對 我們看一下 再往下面看 美國的高通排在第七名 好 英特爾第八名 這兩間是美國很大的公司 5G的領導者 但是在全世界排名的話 高通大概連華為專利的一半都沒有 所以這個第一個重點 所以蔡總的意思是形勢比人強 對啊 沒辦法 沒有你川普有辦法 未來幾個月裡面看你的專利 能不能趕上來 那不可能的事 你差這邊要趕 對 好 那第二個原因 你真的沒有華為不行 我們來看一個案例 德國電信 它德國最大的電信公司 也是整個歐洲的最大電信公司 它的態度就是一個風向球 那話說得很難的 2019年的11月份 德國電信突然宣佈說 我們要把那個亞洲的零件 全部把它歸零 一個一個拆掉 拆到最後連華為的網路社會 設備 通通沒有 我那話說得很重要 這大聲 要說我會改向美國來採布 意思是我要去交通 或者引擎買 好 過了幾個月 就在最近5月2號 德國電信的總經理 總經理出來說 迪亞克韋斯納 怎麼說 沒辦法 我們要在2020年以前 要有2000座LTE的一個基站的話 這個目標假如沒有華為 我們做不到 變成這樣 他自己承認沒有華為沒辦法 對 好 那我們要講說 他的原因 他要解釋原因 市場需求 德國有一半的人 4000萬人 希望今年年底以前 就用到5G 所以我們 再過來競爭的對手 那個 無辜風 他能提供1000萬人的一個服務 競爭的一個對手 好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早在2019年的9月的時候 其實德國電信跟華為就有合作 在慕尼黑 柏林 都有150座的5G的一個基站 已經成立了 那假如要不用華為 可以啊 你把以前的全部拆掉 那所有的成本你負擔 然後華為還提供了4G的網路 其實德國電信跟華為合作密切 他們合作密切到什麼程度 在那個德國的波恩實驗室 出來5G的端對端 這個就實驗了嘛 這個就是5G的一個模擬 那你用了這個VR的眼鏡 你就看得非常的清楚 沒有那個時間的time lag 再過來 這更厲害 它是網路的切片技術 這是華為全球獨步的技術 那是什麼意思 我講的這個有點健身 就是說我們在5G的網路的時候 我們使用的人就好像車輛 然後5G的網路裡面就道路 你不要塞車 所以我根據運營商電信公司的需求 我把它切片 網路一片一片的切下來 你不同的需要 你就用不同的網路 這種技術只有華為可以做得到啊 就德國電信師跟它合作 你假如說這麼好的技術你不用 你去改向高通買 或者愛力信Nokia買的話 你成本又高 這就是第二個原因 好 最後一個原因 我們知道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 往往是科技的新創事業 美國在這幾年當中 有兩家指標性的公司 新創的這個情況 成績最好 第一個就是Uber 但是Uber現在 居然在5月6號都是最新的 將美國的證監會 提交裁員的3700名的員工 占它全球的員工14% 為什麼 現在疫情很嚴重 全球的訂單減了80% 它一系列的就要削減了這個成本 曬過來Airbnb 你看Uber新創 你沒有5G是不行的 因為以後它要發展自駕的技術 絕對要5G Airbnb 你看Airbnb 在這個科技矽谷的科技公司的裁員 裁到了多少 裁到了25% 裁光光啊 所以真正的原因就是 這個最重要的5G的技術 你沒有做好 那美國這個像Airbnb Uber的這種新創公司怎麼活 沒有活的話 美國的經濟哪有前景 所以我們過去經常說 一塊錢彼此一個英雄 何況這不是一塊錢的問題 這是美國經濟能不能復蘇的關鍵 所以彎羞人 連敵人現在都得變成朋友了 所以我們看到 剛剛蔡總談到了新創事業很慘 包括在今天最近消息是 全球科技業大裁員 Uber宣布大砍3700名員工 以及因為旅遊業結賓LBNB裁員 1900人 今年IPO計畫要泡湯了 旅遊業結賓在今天也要好好談一談 為什麼林佳龍被說 怎麼變最後一名了 好 但是我們回來看選股的方向 華為概念股在剛剛稍早財總有談到 在昨天的費半表現非常圖書 最主要是很意外的 竟然突然之間 商務部可能要宣布捷徑 好 其實今天台北股市本來有整理 你看開盤並不是很強 但是最後越走越高 收盤是漲了67點 最主要華為一年跟台灣採購 也有100億美金 所以今天台電就漲了 不過我們來看一下 幾個指標性的華為概念股 連勇 連勇當然第一季財報也很好 今天開盤後就立刻大漲 最後收盤漲了2.3% 其實連勇不是標股 但是也是慢慢的把他的姿態 都提高了 再過來一個比較標準的 是電源管理IC的系列KY 最近也漲很多 有曾經一度下來整理 但是今天一聽到這個消息 又上來 他也最近1285塊是歷史的高點 有兩個比較跟華為是比較周邊的 以前我們講過做他P40的潛望式鏡頭 可以看得多遠的雅光 我們看雅光 對 今天漲了4.6% 但是還是提醒他 因為第一季的疫情 讓他第一季財報是小虧 所以不能過度的追高 另外一個跟山安光電有合作 要做那個華為自主的PA 公立化放器的 還與KY 今天也聽到這個消息 一鍍料燈賞評判 對 所有的股票裡面 今天華為概念股它漲最多 最主要應該是 它的基期比較低的關係 想不到在面對重啟經濟的壓力之下 華為也得被迫解禁 下節 Daily 和你的華為閒 本文在製造 還是請報告